但您關心昨天傍晚五點多的時候 在高雄延城區 有一棟日治時期的老舊洋樓 三樓的女兒牆突然整片倒塌了 而碎石也噴飛到了雜狀路面 兩輛轎車還有三輛機車 所幸沒有人傷亡 而警方也緊急拉了封鎖線要管制 並且通知屋主處理善後 五號下午五點多 在高雄延城區一棟民宅三樓的女兒牆 突然倒塌 砸在人行道上 發出了巨大聲響 讓旁邊的機車行業者也嚇到 連忙出來查看 事發地點就是這三棟 日治時期留下來的老舊洋樓 三樓的女兒牆原本是連在一起 但疑似是受到山陀爾颱風 帶來的強勁風雨影響 竟然倒塌掉落 砸到人行道上 還好當時沒有人車經過 只壓到三臺機車跟兩臺小客車 意外發生之後 警方也連忙拉起封鎖線 通知屋主來處理善後 老舊的房屋 女兒牆倒塌 還好沒有傷到路人 只有棄機車受損 後續的賠償問題 恐怕也會讓屋主傷透腦筋 記者黃耀明 高雄報導